大家好,我是云鹤 相遇一亲生,一起接在一面中 今天我们就从额头面相看人生的命运 俗话说,额头主天,由则贵 主面诗人不虚空 也说这个额头它是主贵的 它相当天,相当基础运 相当一个人的事业 马一相看人,天听饱满吃官饭 地额方圆长大全 额头在面相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通过一个人的额头能够看出其一生的运势 那么如何看呢,下面我们具体分析 首先第一个是额头总论 那么额头它主贵 代表天、父亲、领导、仕途、运气、事业前景 基础运、理想、聪明、分析思考力等等 也说额头比较宝稳、比较宽阔的人 基本上都是比较聪明 有领导力 而且先天运运比较好 父辈比较助力 那么自己的分析思考 思考方面比较缜密 想的比较长远 能够站得高、看得远 比一般人他有接触 所以这样的人他更容易成功 那么额头呢 他有说是天庭饱满 而且呢,这个比较开阔 额头呢,圆论 没有呢,杂纹和乱纹这种干扰 也没有呢,额子 额子的这种清晰 额头呢,比较平满 不塌陷 而且呢,额头不肩 不肩窄,偏邪也不好 那么他有说宽阔论德 这样的额头啊 他嫌贵气 所以啊,有的这个 项书上呢 说呢,女子额头啊 如果圆论、饱满 为久善之手啊 可见额头啊 在项学、人格中 是多么的重要 二是呢,看头发 那么稀疏不好 促农呢,也不急 也说这个头发呢 如果稀疏的话 那么呢,这个说明阳气光 这样的话 尤其是这个女性啊 在感情方面啊 这个不是太好 因为阳气过剩了 这个性格有必要呢 这个刚直 那么头发呢 如果这个过于啊 促农啊,也不好 也说书旦和促农啊 都是便宜男性化 所以这样的性格呢 这个趋向于呢 阳性对婚姻呢 都不理啊 因为女性呢 她有缺要温柔 说要楼训啊 厚德在务啊 这样的话呢 更容易一路可高啊 家庭和谐 如果说女孩呢 她要是这个头发刘海啊 愚眉 如果说想齐的话 那么这样对这个兄弟姐妹啊 也不是很好 另外呢 对这个财运啊 也不是呢 很好 因为我们啊 知道有天者归 恶头露不出来 那么呢 她是阻挡财运的 所以啊 这个刘海 如果像刀割了一样 这么齐 一个是容易破财 第二呢 容易啊 跟这个闺蜜啊 那么三是呢 看额头的宽窄 那么额头 他的宽窄啊 这也影响了 一个人的 事业运和财运 如果一个男性 他的额头呢 比较宽大 那么这样的 这个额头呢 他的额相啊 就比较吉祥 容易呢 逐贵逐富 那么如果一个女性 他的额头呢 比较大 而且他下巴呢 又比较短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的个性呢 就比较的强势 所以呢 这样的额头啊 比较宽大的 这个下巴呢 尖的或是短的 就适合于啊 找一些 比自己啊 年龄大的老公 才能够啊 情色和谐 四世呢 看这个 有无秃头 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他的头发呢 是秃的 那么秃头呢 他代表了 一个人做事啊 这个 欠缺约束力 对自己 要求呢 不严格 这样的人啊 容易 比较随便啊 比较随意 容易犯错误 当然这种 谢顶的人呢 这个男人 这个肾气啊 这个比较足啊 这样的话呢 也容易啊 在外边呢 呃 出现一些呢 其他情况 而且呢 像这种 吐顶 或者谢顶的人 那么因为呢 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额头上边呢 也是主一个人的 思考力啊 控制力 和这个 离世力 所以呢 如果没有头发的这种啊 这个滑盖啊 那么呢 也不适合也去投资啊 比如说股票 期货 房地产等等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容易啊 在运势上 大起大落 啊 所以呢 适合也啊 在工薪阶层领域啊 比较好 我是呢 看额头的曝光度啊 那么一个额头呢 如果大 而全者啊 也说全露的啊 比较大 而且都露出来的 那这样的人的话 他呢 因为是 曝光度太足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他也难以啊 富有啊 难以把这个财富留住 因为呢 他属于啊 这个额头前面呢 是阳气外泄的 有时候呢 聪明尽用 也说呢 这个 漏财了 容易呢 这个泄财 如果额头呢 他 被 这个 虚发盖住 或者是呢 这个完全 不露出来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又过于 内敛 谦虚 这样的 就不能 闲山漏水 也就啊 像镜子一样 也很难发光 很难想打 好 我们呢 今天啊 对于额头 这个额像 进行了 这个 分析和分享 那么 有首相面相 或者人生 运成困惑的朋友 欢迎私信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